这次发生在南投鼠立医院的急诊室啊 这远警介护送来一名孕妇 只是很夸张 这名孕妇居然怀了孕海吸毒 她怀孕有七个月了 就在急诊室毒瘾发作 她就在病床上又跳又叫 臭态进出 医生特别说了 吸毒会影响胎儿 一定要远离毒害 以免祸害下一代 这名年约四十多岁的妇人 在警方的介护下 被送进鼠立南投医院的急诊室 疑似毒瘾发作 丝毫不顾怀有七个多月的身孕 要求医生再给她开证病剂 夫人的神情相当痛苦 不时的在病床上翻滚并且跳动 就像日本的摔角选手动作 一直躁动不安 令人不禁为她肚子里的胎儿捏把冷汗 在中毒的状况下 她可能会有意识混乱的情况 做出一些不理性不理智的行为 妈妈有小朋友有可能会有 医院表示 这名妇人因为注射毒品 被警方追悉到案 而她毒品发作 被送往急诊室救治 由于稀释毒品是会影响到胎儿 甚至伤害到胎儿的身体 和神经等系统 医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吸毒 以免祸言下一代 我会有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